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出场 他是Daniel Wu Daniel你好 周伦你好 各位观众你们好 观众朋友现在对你都慢慢已经熟悉起来了 尤其是在上个月来参加您座谈会的朋友 觉得受益良多 我们今天要针对股票如何解决自己 经常有的问题就是资讯太多 消息混杂不知道方向感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把自己变成一个有系统 并且有信心并且有能力 变成一个很好的股票交易的人员 那因此我们就来介绍在5月21号 将由Daniel Wu再度在中半岛举办一场 这个智能来帮助我们处理股票的问题 达到非常成功的地步 让自己都会满意 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经过一个阶段 尤其在初学的时候或刚刚接触股市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难很难 难的就是说变成资讯很多 很难去做一个决定 而且做决定的时候 做了决定也会发觉好像对不对 因为市场都是在变化 没信心 对 您也经过这个阶段吗 我很久很久经过这个阶段 后来觉得这个阶段很难熬 所以一直在想方法怎么去解决 后来就到了这个阶段 有个智能的投资系统可以帮助我自己 也帮助大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智能投资的系统也是在5月21号的这一天的课程会教给我们的 先解释一下 好 何谓智能投资 智能投资呢就是用一个电脑的方式来分析很多股市的变化 还有一些资讯 因为现在资讯真的太多了 那变成呢要分析要搜索 吸取这资讯呢都需要一个很多的时间 进而要挑选 对 挑选股票要挑选timing 对其实做投资的话呢有几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很多疑问要回答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应该买什么东西 对第二个就是说我应该什么时候买 对最后一个更重要的话应该什么时候出厂 所以这几个问题好像很简单 其实呢在过程之中不容易去回答的 好那在5月21号这个课是一天的一个课程 在上午和下午讲的是不一样的 先briefly介绍一下上午学员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好上午呢都是做一个固定投资的一个介绍 就是我们Pair Lending 已经做了一年多的一个投资 那去年我们的投资的回报呢 12.76%已经扣出所有费用 那今年呢3月份 1月到3月份呢也不错 又有2点多%的回报 那这个呢在将来的股市变化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担心现在股市这么多的变数 而且呢牛市已经涨了8年了 所以有可能万一大跌怎么办 就是万一有一些我们根本上没有办法预测的一些因素发生的话呢 就会令到市场会变化 那这个呢固定收入呢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 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的资产分配要放在固定收入呢至少从一个资产的分配跟风险的控制方面呢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脚点 另外的话呢下午的话就讲这个股票的智能的投资策略 上午是适合什么样的人 下午是适合什么样的投资人呢 其实上午的话呢都适合各方面的投资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话呢除了股票的投资呢 当然过去几年增长很不错 但是说呢从一个固定收入的一个方面来说呢 现在利息十分的低嘛 所以8%左右的一个return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而且呢去年我们因为做的不错 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属于增长型 而且呢各方面的经济的指数等等的状况都是很好 所以去年特别高 那从8%的return来讲呢 从一个长远来说呢 它是还是有十分大的竞争力 即使比股市来说股市长期的一个return是大概9.09%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放松一点 不要这么紧张的话呢固定收入是一个必须考虑的一个投资的方向 比如说以我的这个年纪来讲 我是应该固定收入也要有 然后智能投资股市也要有吗 对最理想的话呢我们在股市好的话呢就是 智能投资方面股票方面多一点点 那在固定收入呢可能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当市场变化的时候不稳定的时候呢固定收入的方面呢要多投一点 比如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 人家都说sell in may and go away 这个对您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sell in may 的话呢是是很重要 对不对大家都看以过去的历史来说 从一个智能投资来说呢 它不是只看五月份 may 是一个月份 它会看股票真正的走势 我们是用一个真正的智能的一个 去看股市的走势 然后跟踪市场的方向 如果市场还是在涨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系统呢不会说要卖出的 用一个Tesla作为一个例子好不好 如果说经过了这个智能软体的分析以后 看到Tesla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Tesla呢是一个比较popular的一个股票 当然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公司了 但是从股票来说呢 因为它的前景很多变数 而且呢它要跨越的一些难题蛮多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股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 波动十分之大 那从我们的智能投资里面呢 我们就是随便选出这个股票 但是呢要决定这是什么时候买进 我们智能的投资呢 的一个软件呢给我们一个显示 就是在去年的12月19号 在价钱213.34的时候呢 它显示一个买进的一个信号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5月1号它的那个 价钱已经到了322块 我们还是呢显示是绿灯说 这股票还是应该持有的一个状态 那绿灯就是通行的意思 那市面上其实有很多软件都有这种挑选股票 还有预测timing的这种功能 这个智能软体跟市面上的有什么不同 这有几个不同的一个方面呢 最主要一个是很简单 那我已经测试过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觉得这个不可以再简单了 因为我把它设置到前面是十分的 前端十分简单 就是一个红灯跟绿灯 其实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指标 一个是短期的强弱度 一个是长期的强弱度 当一个长期跟短期都是磨合的话呢 其实这个买进的风险相对比较低的 那至于其他的软件呢 我也自己试了很多 当然 其实处于比较复杂的一个阶段 而且呢很多是以工具的一个方面 作为他的那个出发点 那我们呢想最主要是给大家呢 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 好的 观众朋友现在在荧光屏上都可以看到 是在报名的一些资讯 那课程的内容呢 也是远远超过您的想象的丰富的 比如说市场运行的原理 指数指标的详解 高级下单的技巧 股票选股的系统 交易策略 齐全对于策略的简介等等等等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机不可失 座位也是非常有限的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Daniel 谢谢您 到时候见 好的 到5月20号跟大家见面 观众朋友 我们第一段的节目到此结束 休息一下 还有两段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就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